中共在外交上長期進行所謂的金錢外交 一直被外界詬病 12月10號 美國智庫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和威廉與瑪麗學院研究對外援助實驗室 聯合發表一份名為《思路外交》的最新報告 關注中共在南亞與中亞13個國家的 外交資源投入與回報 報告說 從孔子學院推廣中國文化 積極推動媒體交流活動到一帶一路政策 包括協助他國的基礎設施建設 推動跨國經濟帶 中共企圖藉由對外政策打造所謂的軟實力 對他國是一些部分的操控 那麼最終要達到完全的操控 也就是將目標國變成一個實質上的 共產主義的殖民地 報告指出 過去6年 中共外交預算從人民幣300億加碼到600億 北京用於消除潛在威脅 克服內部劣勢 搶佔地區競爭者先機的一個關鍵工具 是公共外交 但中共在花了數以百億元人民幣之後 仍然無法贏得人心 2016年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加拿大 被當地記者問到中國人權問題 王毅當場呵斥記者沒有發言權的態度 外界看到一清二楚 外交它一方面令中共顯得趾高氣揚 肆意地去干涉他國的內政 這個會惹人反感 那麼另一方面 它又用若干的政治條件附帶在經濟援助的後面 讓表面上的經濟合作變成實質上的金錢收買 或者是赤裸裸的經濟賄賂 《華盛頓時報》刊登美國智庫 東西方中心高級研究員羅毅的文章 分析中共如何利用金錢來左右西方社會的政治論述 羅毅指出 對於北京來說 所有問題都與政治有關 那些享有公民自由的社會裡的人必須意識到 中共的腐敗影響所帶來的威脅 在經濟機會的誘惑下 實際上藏著尖銳的餘鉤 因為道義呢 它是普世價值 具有高度穩定性 講道義會給人很踏實可靠的感覺 而金錢的本質呢 是利益 它高度不穩定 誰給它價位高 我就可以導向誰 而偏偏中共的外交就是這種金錢外交 所以它很難交到真心的朋友 報告還舉例 與中國接壤的鄰國哈薩克斯坦 中共砸大錢在那裡從事所謂的 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 但哈薩克斯坦精英階層 依然持有強烈的厭惡中國的情緒 旅美時事評論員唐靖遠認為 中共外交政策的目的不單純 產生的後果就是逐步受到國際社會的聯合抵制 現狀就是這樣 我們看到從美中爆發貿易戰到北約 首次將中共列為對抗的目標 再到世界各國對這次香港民眾抗爭的 這種態度鮮明的聲援與法律行動上的支持 就是包括立法呀 通過這種制裁的法案啊等等 我們都可以看到整個世界 對共產主義的這種危害的認識是越來越清醒 唐靖遠認為 中共能夠做大 並且持續危害世界到今天 主要靠的就是非法手段收斂的錢財 如果世界各國及各大金融組織 能夠在這方面形成一個清醒的共識 並且拒絕給中共繼續輸血 那麼中共暴政結束的日子也就不遠了